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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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上来到11月2日星期四 欢迎收听今天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利达首席投资及ESG 策略师王耀忠Andy 为大家分析视频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Andy 早上 大家好 当然大家要留意联储局 议息源一如预期维持适合不变 而美国十年期债息都急回 鲍威尔发言之后 美股美段就升势扩大了 行之夜期也做好 升了73点 而看到中资电车股也是外围发力 等下都会问问Andy 最新解读一下联储局议息之后 市场怎样看 以至是美股港股 接着11月的部署 都有时间谈谈美股业绩 焦点有什么跟进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许我们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谈谈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昨晚外围的表现 联储局连续两次议息都不加息 符合市场预期减 而未来会不会再次加息 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力度 倒是视乎经济状况 如主席鲍威尔的会后就说 目前并没有考虑 亦没有讨论减息的问题 同时也没有考虑到调整股票的速度 美债息又继续回落 美股反复向好 道指最多升超过280点 收市升221点 报33,274点 纳指升210点 收报13,061点 标指升44点 报4,237点 美国十年期债息跌至4.7离关头 而美汇指数组段曾经升穿107的水平 之后回进日元宙有一年的低位反弹 美国多项经济数据出炉 其中ADP10月私人积位增长11万3千个 少过市场预期的15万个 ISM制造业指数都差过市场预期 个别的焦点 美股Meta升3.5% 亚马逊升3% Tesla升2.4% 苹果和Google升2% 看看焦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网易和百度比港股升大约1% 阿里折算部80.6毫半 腾讯和美团 比起本港收市升0.7%至0.8% 汇丰控股ADR折算部56.7毫三 比起本港收市价低0.3% 友邦升0.5% 比亚迪升大约1% 小鵬升超过5% 理想和蔚来升超过2% 然后看看今早做的外围市况 先看看 美股道指期货暂时变得不算很大 大家可能联注意识之后 关注焦点 还有些重磅的业绩便会公布 道指期货升至29点 33380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普遍今早做都向好 日本南韩澳纽股市升幅都超过1% 其中日经平均指数32,053点 升至451点 然后看看恒指黑期 港股今早早有机会高开 因为黑期升至147点 我们先和Andy聊聊 外围的最新消息 当然可能今个月的议息结果 应该没什么原谅 最终出来都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 在5.25至5.5厘不变 局方对进一步收紧政策持开放态度 现在市场有说法就是应息暂停 联署局主席鲍威尔有记者会 指出当局未就12月的会议做过决定 平时说仍然会有适当的时期 有适当的做法 有些意见认为暂停一次或两次加息之后 很难再加息 这些意见是不对的 鲍威尔仍然肯定 FOMC目前没有考虑甚至讨论减息 当局仍然关注首要的问题 在采取限制性货币政策立场之下 通胀是否可以成功下降到2%呢 最新的议息声明 其实还未消除到联署局 是否会再加息疑虑 但市场普遍都觉得12月和1月 加息的机会下降了 你怎样和我们拆解一下 今次议息声明 以示鲍威尔的发言 市场怎样解读重点在哪里呢 其实如果这样看结果 当然这个鷍式的一个暂停加息的动作 都是和市场主持一样的 但最重要是 其实如果就这样看一份议论 人们是觉得相对 他后来的言论 就是他的言论 其实是鷍派过他的议论说的东西 是的 但是呢 其实如果你问我昨晚 一直在听他的接近记者会 接近一小时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好像很浪费时间 因为其实不算有太多很前瞻性的动作 某程度上都是帮自己留个空间 就是说后面 就是之后 如果通胀有些失汗 或者回升 他就可能有机会再加 是的 但是因为其实如果你说市场 真的捉住他后来的位置 是比较多些人去留意着 他有提及一些流动性的问题 是的 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 看来他是紧张金融市场 会不会跌得很厉害 是的 这个可能是市场比较着重一点 因为 看到其实上个月 就是过去一个多月 突然市场走得差 就是突然说 美股的鬼市性好像失效了 是的 其实当时呢 其实流动性是突然收得比较近 是的 所以我估计这个位置是 证明他都要去留意着 金融市场的变化其中一点 而另外一点呢 其实当然他昨晚就相对还是说 厚硬一点的 就是说 现在正常觉得 不会再想什么太衰退的情况 是的 就是说 现在觉得加息这么久以来的效果 开始有些成效的 而有些是他自己都很意上不到地 无论消费 和他的劳动市场 其实都是不是那么差的 那无可可逼是的 向后望 就是曾经发生了几次的 但是如果当我们向前望了 那其实好像 例如昨晚 你看到我们香港时间 大概八九点那些时间的时候 其实出过那些 美国的经济数据 比较偏弱的 是的 其实最近 美国的 例如一些传统经济的数据 都会看到开始是 走弱着 甚至好像我们之前那样说 九成多的机会 会按贵 美国的GDP 第三季是见顶的了 然后就只会回落 暂时看这些数据是 是的 那你看到劳动市场的压力 都是有些放缓的 那当然是好消息的 失业率都保持着相对低 都是大概3.8附近 是的 所以呢 其实市场就相对觉得 嗯 就是用昨晚后来的反应 看上去 那就是你 短期里面最着重的就是 AX的市场不要有市 流动性要看着 还有AX暂时 应该的加息机会 就是短期看上去是低的 嗯 因为其实你看着 那些通胀数据也是回落 尤其是 控制通胀控制得最差的 欧洲 其实都突然间是 开始叫做 通胀是低过市场预期的 所以呢 大家有这一个这样的憧憬 你看到昨晚立即十年债息 那些 回得都挺急的 是的 就是没有一个 之前有些人很害怕 破了心理关口 就是曾经升到5 就很害怕破了心理关口 就是纯粹用个技术走势 再追下去 但是后来就没有这个follow through 是的 反而昨晚是跌穿4.7的 就是这个比较 我觉得重要的 其实看一下这几日 究竟它会不会上升到4.75那些 那些 否则呢 其实我们之前过去熬 大概四个月左右 熬完了没有 是的 那个急升的速度 其实昨晚就开始有机会 跌破了一个上升轨 是的 如果你之前是信技术走势 或者信技术的情况 怕升破5厘 会有follow through 继续追上去 那反过来 起码短期 我们现在看到 是跌破了一个上升轨 那会不会这一点也有帮助呢 是的 你看到昨晚有些科技股 那些 或者对息率敏感的板块 其实都立即弹得挺厉害的 嗯 那也顺势说一下 美股 因为连跌三个月之后 近日看到回运回 是近几天 陆续有些大型的美股 即公布了业绩出来 部分都好像不错 那样 你怎样看 有没有机会 令到11月的美股 真的出现了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反弹呢 以及调整究竟完美呢 有没有哪些业绩股 可以留意一下 帮你解读一下 OK 其实就这样看着美股的走势 就这样看的话 你会觉得 在上个月 很意想不对地 大家会怕 是不是中东真的是 黑天鹅 流动性又突然收紧 那S&P500呢 是可惡的 走势是跌穿了 由上年10月 拉伸来的上升轨 是的 那这个呢 都令到我们短期里面 就是决定有少少 防风措施要做少少的 就是减少少仓 但是其实我们 不是看得淡的 因为其实我们 甚至是觉得 减了那注 其实是想着 反而现在业绩期 有些事情 如果市场 我们觉得 现在有机会错失了 如果 升破四千二百 二百 二百 八十点 或者四千三 那些的时候 其实就会出现 刚刚过去这两个 一个多星期 是一个假跌破 是的 到时才会再加 是的 这个 短期操作 这样做个跟进 而且既然说起 技术走势 补充一点 我星期一晚 因为那边的空间 不是很高 只有一分钟 那时说不到 很快地说 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听到 就是说 如果你拿着S&P500 有些人就拿着 由大概六月 到大概九月的时候 走到头肩顶 如果你用量度目标 其实呢 去到上个星期五晚 就刚刚就是 头肩顶的量度目标 是的 所以 星期一晚的时候 我都有提到 其实RSI 又有底背池 你的量度目标 又到 再加上 其实基本面 不是那么差 那几件事底下 我说 怎样都猜 有了一个反弹 是的 反弹呢 是不是真的好像我刚才说 上得回四千二百八十点 这个技术走势上 就是作一个补充 是的 因为我经常说 技术走势和基本面 要一起应用 是比较健康的 是的 那 好了 刚才说了很久 就是说 业绩的基本面 其实不是那么差 其实 整体来说 是不是那么差的 整体来说 现在S&P 出了的业绩 大概三百四十间 盈利增长整体 是做到七点零几个百分比 那这个的数字 七点几个百分比 是代表什么呢 其实是代表着 今次如果继续 保持着一个正回报 就是说正的盈利增长 其实就好像我上次上来说 就好像过去很多时候 美股经历一些 两年左右的一个整固周期 如果那个盈利的增长 又放缓变倒退 再建底 然后回升 回升就是变正数 如果在这个时候 通常是完成了那两年的调整周期 所以其实今次是其中一个 看着基本面 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好了 整体 大家就会想到七个百分比 究竟是好过市场预期 还是差过市场预期 是好过市场预期的暂时 暂时是说 好过市场预期八个百分比 就是说今次的业绩期交出来的数 不是好像那些人有时候会 讲笑地说就是因为预估低 所以你跑赢市场预期 今次是跑赢市场预期 而且真的正在做一个正回报 正的盈利增长出来的 好了 整体看了 就当跟进上次跟大家讲的 好 在业绩期里面 细分我们看到些什么呢 其实我们会见到一些 跟经济敏感度高的板块 是相对弱的 而且我们今次会见到市场是好看 究竟那个guidance 就是好看那个前瞻性指引 做成如何的 例如早一晚的caterpillar 那些 就是做得不太好的时候 其实它第三季不是差的 是的 第三季加条数不是差 但是当大家去看它的细数里面 看它的前瞻性指引上面 大家就开始害怕了 会不会现在是一个 就是这些周期性的板块见顶了